选择了自杀 真是了不起呀 由此可见 动物之间的情感 真实不虚且伟大的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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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师救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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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加持法会,一心鼎礼,尽空劳和尚,所有常驻法师,我为父母祖先,六道友情, 生菩提心,发大悲心,思维空性,一心念佛,普度众生,南无阿弥陀佛。 好,请放闸,各位这样合掌一念,你已经八十岁变十八岁,超越了。 所以,身上都没生病了,为什么?一心念佛,那才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是假的。 世间的一切是暂时的,特别各位移民来美国就知道,反正这边也是暂时的。 一切都不执着,以后机场人家问你哪一国的?积乐国。 所以,因为世间是虚幻的,要经常这样想。 所以,转佛心为,转凡心为佛心。 如果你一直去思维世间的事情,那你会烦恼。 因为世间的事情就是变化,无常,没有办法控制。 那我们要思为什么呢? 我们要想的是那些,如母亲父亲的这些六道众生的痛苦。 要想的是这个。 因为大乘佛教最强叫菩提心,要成佛。 那你要成佛就是因为,不是为自己,如果为自己就不会成佛。 我们是为众生,这些地狱道,鬼道,出神道,这些有钱人。 各位,有钱人苦不苦? 皇帝苦不苦?苦啊。 今天总统都没来念佛,很苦。 因为他们不懂。 出来还有保镖。 所以世间的人你拥有得多,地位越高,很苦。 今天漂亮的小姐会不会来念佛? 我没时间。 要shopping。 要表现自己。 所以他没时间念佛。 因为他满足在现在的快乐。 但是这个现在快乐,却是变化无常,苦的。 随时做高位的会掉下来。 有钱的股票也会跳。 漂亮的怕不漂亮,会老的呢。 所以这些都是在这种状态。 但是每天想要去维持它很困难。 但是各位要去了解这个世间真是如此。 所以善师如母众,要好好地想到这些众生的痛苦。 而且这些痛苦不是跟你没关系。 如果跟你没关系,就不叫悲心。 佛教强调的是空性与悲心。 什么叫无我的空性? 我的存在不能够离开别人。 我的存在不能够离开世界。 没有了美国,没有了阳光,没有了水,没有了其他生命。 我不能存在。 所以各位想想,没有太阳我们可不可以活? 没有办法。 没有树木我们可不可以活? 美国的特点就是树多一点。 因为有树才有很好的空气。 我们才可以呼吸氧气。 所以树需要我们,我们给它恶氧化碳。 人需要树,所以人不能够离开树。 树不能够离开人。 所以人就是树,树就是人。 这个叫平等空性。 空不是没有。 一般人把空解释,毫无意义叫空。 错。 空是存在的一切都互相依靠。 息息相关。 就像你年轻人会跟你老公说, 老公,没有你我会死。 对。 没例外戏。 因为你会依靠对方。 这个世界我们是彼此依靠的。 没有一样东西你不依靠的。 这个世界没有蜜蜂,没有苍蝇, 所有人都死了。 因为没有蜜蜂,花草树木就不会开花。 就没有东西吃。 就像没有阳光,没有水一样。 所以这个世间凡是存在的, 都缺一不可,都互相依靠。 就像各位吃饭的时候,当师来处啊。 每一颗饭,农夫啊,阳光啊,土地啊, 种的人,摘的人,运送的人到你面前来, 哎呀,不可思议。 你要这样思维。 那这样越思维,你越有空性。 越思维,你越感恩。 所以今天我们活着, 我们活着我们也感谢爸爸妈妈。 今天下午我们要做三十信念。 我看很多人写的都是爸爸妈妈。 祖先,妻子父母,堕胎胎儿。 还有一个要写来念一下,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就包含很多了。 因为希望他们好,他们好你才会好。 爸爸妈妈没超度,你精神一定不安定。 没有父母,怎么会有我们呢? 所以,那各位要经常这样去思维。 善师如母众,这个母亲是代表 让我们生命能够存在, 让我们能够呼吸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母亲一样。 有肉体的母亲,有生活上的母亲, 有这些医生母亲。 没有医生,没有药,我们都不能够生存。 所以,我们为了要成佛,所以念佛。 所以这个叫菩提心。 但是念佛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轮回的众生。 所以要善师如母众,男人无量苦, 意念常生情,世事永不离。 这句话很重要。意念常生情。 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 如果你在念佛的时候, 只有想到阿弥陀佛的极乐庄严, 好像对也好像错。 为什么? 那等于底下是空掉,没意义。 念佛的时候是希望, 能够把佛的力量帮助痛苦的众生。 所以什么时候念佛最精进, 妈妈在生病了,儿子在生病, 你会很认真念佛。 因为你念佛有一个对象。 所以佛教说,离开大悲心念佛, 那么就不是大乘佛教。 因为离开这个感受的痛苦, 那你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菩提心。 但是你要有大悲心, 那你一定要有金刚经所讲的空性平等。 就是了解,没有美国人, 没有黑人,没有墨西哥人, 那我们念佛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那些蟑螂蚂蚁,地狱的众生。 你现在要思维,妈妈在地狱, 爸爸在恶鬼道。 兄弟姐妹都落畜生道。 所以我要很认真念佛。 所以念佛,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虔诚与慈悲。 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因为爸爸妈妈在受苦啊, 所以我要一心念佛,要抓住。 如果你不念佛,他们就苦了。 他们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是受苦众生, 跟诸佛菩萨,奥弥陀佛功德的连接点。 所以我们一合掌念佛重不重要? 你一念佛,就像太阳出来了。 因为我们念佛, 才可以把极乐世界的功德, 把奥弥陀佛的功德, 不施给受苦的众生。 因为受苦的众生,一己一切, 都是我们的母亲父亲。 所以我的师父要我说啊, 他说你念佛最好去浑墓去念佛。 去屠宰场念佛。 有一次我们去杀猪的地方念佛, 猪叫的比我们还大声啊。 那个时候你阿比兰还大声啊。 因为他们那个叫不是快乐, 是痛苦。 那个时候你会念得很大声。 所以这一点我很强调, 是因为大乘佛教是以慈悲心做基本。 离开慈悲心, 你就没有佛法, 没有大乘。 所以我们为什么到佛堂要吃素? 因为慈悲心啊。 如果我讲我慈悲心, 结果我还在吃肉, 那不是骗人吗? 所以, 那我们就是因为知道他在受苦, 所以我要很认真。 就像我常讲啊, 母亲在生病, 在家户病房, 哎呀, 我们跪下来那边求医生, 救他,救他。 那个时候, 求医生就是念佛的意思。 那我们要什么要求医生? 因为母亲在生病。 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因为我在生病, 众生在痛苦, 所以我要念佛。 念佛不是一种, 把他当作一种心灵快乐, 我暂时没烦恼的方法。 所以我想, 光武亮寿经最重要的, 念一下,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称, 劝进行者。 所以, 你要得到上品往生。 既然要念佛, 就要上品往生。 对于下品往生, 那是因为这个人, 一辈子都没念佛, 做很多坏事。 我们临命中, 我们去跟他助念, 碰到我们这个善知识, 请他忏悔念佛往, 他超赌了, 他往生净土, 但是他下品往生, 他在莲花要呆了几百万节呢, 送不完的时间去修业障。 要等到花开见佛物无声, 那太久了。 那我们发悲心的人, 就希望早一点, 念一下, 趁愿再来, 普度父母众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 赶快来帮助他们。 那你要赶快帮助他们, 那我们就要发菩提心, 这样, 上品往生。 那你既然发菩提心, 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 所以要慈戒布施, 深信因果。 共花, 共水果, 共香, 来日, 我们礼拜一还要去大放生。 感谢我们陈会长慈悲, 告诉我们, 洛杉矶也可以放生, 不然我赔金啊, 很痛苦啊。 一天没做好事, 就会没吃饱饭一样。 所以每天都要想办法做好事。 所以昨天我们一来, 昨天没排法会, 最好了, 就问了, 浑墓在哪里。 我们去浑墓, 烧了一个大超大吉的烟供。 然后呢, 刚好那边的副总裁很慈悲, 没关系, 你们做吧。 我们呢, 买了很多食物, 化成甘露, 布施给那些, 浑墓区的部分, 他是天主教, 还是华人, 希望他们今天通通来, 敬中学会。 现在都站在各位的后面。 等着念佛, 给他食物吃, 再给他念阿弥陀佛, 走去极乐世界。 但是你不给他好吃了, 他才不来了。 我说你要给他好处, 这个叫慈悲。 你不慈悲, 他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去信仰其他宗教, 那边有面包牛奶啊, 还有可以唱歌跳舞啊, 到你们这边来穿黑衣服啊。 我不来了。 当然我们黑衣服就代表忍入, 对不对? 我们黑衣服代表慈戒惭。 念下来, 穿佛衣, 做佛座, 入佛式。 穿佛衣啊, 就是各位穿个海巾, 叫柔和忍入衣。 所以我们穿的黑色的, 我们不爱漂亮, 我们不执着。 所以各位你要生气了, 海巾赶快穿起来, 不能生气了。 因为你动不掉啊, 你又想要跟你老公老婆吵架, 赶快把海巾穿起来。 他问你为什么要穿起来, 这样我就不会对你发飙。 柔和忍入衣。 所以这个很注意哦。 我在台湾认识一位男众, 他有一点好色, 但是他跟我讲, 师傅, 你叫我穿海巾, 正管用, 我穿起来就不会想那个。 然后慢衣再穿起来, 那不得了啦, 就会念经啦。 因为戒的功德力, 慢衣。 你穿慢衣就是, 念一下, 戒在则佛在。 对, 你持戒, 那就是佛在你身上。 那你就压得住。 如果你不穿戒衣, 所以我昨天问了我们会长他说, 我们大部分人都受菩萨戒了。 鼓掌。 不得了啦, 美国有菩萨, 总统要知道。 因为经典说, 只要国内有人受菩萨戒, 那皇帝一定要知道, 我们国家有菩萨, 菩萨比皇帝还伟大。 只是古时候受菩萨戒不像这么简单。 古时候受菩萨戒有20个出家人, 认为你可以才可以受戒的。 现在就随便受受吧。 但是各位你要受到, 你20个出家人看到你, 菩萨。 因为出家人不过是穿这个衣服代表解脱道而已。 不见得代表菩萨。 但是菩萨就是佛陀的儿子, 不得了啦, 叫佛子。 受了菩萨戒, 这个就是发菩提心。 但是受了菩萨戒, 各位要真的去做菩萨的事情。 菩萨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拿着我们念佛的传单, 到飞机场火车站发传单。 我觉得这一点, 基督教做的比我们好。 连我们都要杜走我们。 每次去机场, 那天我们坐飞机到这边也是, 哇, 一些老外看到我们出家人, 跟我们叫过去, 打开耶稣基督要救你。 然后我们赞民也不知道, 好在他不会讲英文, 咯咯咯咯咯, 听不懂。 但是我知道说, 你看耶稣要来度你咯。 反而我们出家人坐在那边很消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要理我,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 不是菩萨啦。 菩萨是什么? 来, 以众生为主。 菩萨像的沐鱼, 沐鱼的代表, 那个鱼的眼睛永远真亮了, 要随时观察, 警觉, 自己不要被大鱼咬走。 这个叫警觉。 警觉的, 要看看众生需要什么, 叫沐鱼,沐鱼。 所以我们一定要敲沐鱼, 代表警觉, 大家要跟着沐鱼, 观自在菩萨。 但是沐鱼的警觉性是什么? 是大背心, 为什么? 这个鱼肚子泼开了, 为什么泼开? 这一只龙鱼为了救那个孝顺的小孩, 因为孝顺小孩被淹在水里面, 他龙鱼把小孩子吞在肚子里面, 自杀, 被大船抓走, 然后看他肚子那么大, 就把他泼开。 结果一泼开, 小孩子跳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泼开的意思, 沐鱼。 小孩跳出来, 跪在那边, 赶快啊, 我妈妈快死了, 我要这个龙鱼的肉, 大家割一块给他, 都愣住了, 后来老和尚过来, 这个鱼你们不能吃, 这只龙鱼为了救这个孝顺的小孩, 牺牲自己, 所以我们寺庙都给他挂在五官堂, 也就是龙鱼, 放在大雄宝殿, 敲, 叫沐鱼。 所以敲沐鱼代表什么? 来, 大悲无称慧。 大悲无称慧。 要保持大悲心, 不能生气的, 警觉性, 来, 敲沐鱼。 所以你敲沐鱼的时候, 人类所吃的海鲜, 水产, 龙虾, 就超度了。 所以你老公很喜欢吃鱼, 你要买个沐鱼在家里, 哭哭哭哭。 慈悲, 这个敲度超度。 楼下有海鲜店, 你要楼上敲哭哭哭哭哭。 所以呢, 敲沐鱼, 海鲜水产超度。 敲饮慧呢, 有大慶小慶。 在睡觉啊, 这个就是不知道。 敲饮慧, 敲饮慧, 断烦恼, 发菩提心。 所以每次要拜佛, 保持断烦恼, 一心向佛。 所以这个敲饮慧, 各位一定要买一支在家里。 为什么? 一个人快死了, 断不了气, 他就走了。 懂不懂? 所以你要带一支呢? 他就走了。 为什么? 断烦恼。 那些敲饮慧再走也会离开。 如果还不走呢, 再加一点檀香油抹在他的旁边。 那个檀香油也可以驱邪, 也可以心平静。 所以引庆檀香油去祝念要带着。 特别那个已经癌症很久了, 不会断气。 然后我们去帮他念佛。 走, 走, 走啦。 脸色庄严。 所以这个, 引庆的可以断除世间之作。 断除邪魔。 所以有大的, 所以大法会敲大声。 对不对? 小时候敲小声。 所以我们佛堂这些法器重不重要? 还重要。 这个你要知道。 大乘佛教, 要敲骨。 那边有骨。 最旁边敲一下, 你快发了。 鼓是什么做的 牛皮做的 人家讲说 佛教不慈悲啊 你们出家人不吃肉 不用牛皮 干嘛敲牛皮鼓呢 为了有声音所以用牛皮 不是那个意思 有一位老和尚 他因为那个时候 有了贪心 贪心以后信徒供养 他私用私人用 因为死了以后 做牛做马还信徒债 做一只牛 结果这个老和尚要死之前 就托梦给他的徒弟 新的住持 他说徒弟啊 师父犯贪 堕落做牛啊 我死了以后 你把我的皮拔下来 放在大殿天天敲 所以我们叫大秤伐骨 要愿我能够伐起 大秤菩提心 断除贪心 愿我可以超度 所以敲骨很重要 一敲骨 念一下 牛羊猪狗 当下解脱 所以敲骨重不重要 重要 你老公吃牛肉 赶快敲骨 所以我们 骨有大骨小骨 像我们出家人身上 都会放小骨 每次供养的时候 故意会敲 你买一个给你孙子那种 是牛皮骨 这不是不慈悲 就是因为为了他们 还希望调这个大秤的声音 消除他的贪欲 所以敲骨代表断除贪心 敲木鱼代表断除什么 称慧 无称才有大悲 敲饮欲代表断除什么 鱼吃 贪称吃 了解吗 所以爱生气的多敲木鱼 除了消除贪心 又能够专注 又能够超度海鲜水足 所以我们礼拜一放生 有木鱼通通带来 到海边 因为能够放的有限 但是超度无限 这个世界 人类抓的海鲜水产 按照科学家 一年有1500亿吨的海鲜水产 被抓起来吃掉 那1500亿吨 那算不完 公吨 这么多海鲜水产 但是我们修大悲心的人 不能只管自己修行 我们一定要敲木鱼 愿所有海鲜水产得到超度离苦 那这样来念大悲咒 这样来念佛 这样来诵经 诵经要敲木鱼 诵经不是敲给自己听 诵经的时候跟我们念佛一样 这个声音融入到地狱道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敲钟 在大乘的寺庙 早晚都要敲钟 大宗小宗或是像灵一样 超度也会这样 所以各位你要看台湾放咽口 他一直敲 不是卖冰淇淋 但是他就是要让这个声音 把地狱的众生超度了 所以各位以后你在家里念佛 如果你隔壁都没有人 你想到地狱苦你念佛就要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念起来又不一样 因为你知道你跟地狱的众生连结了 你念佛会念得很认诚 十八成地狱 各大宗小地狱的痛苦 你要善师如母众 难忍无量苦 所以你会敲到隔壁来给你抗议 你就成功了 因为你实在是太慈悲了 他们地狱实在太苦了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叫什么 念一下 寒山钟声 敲幽明钟 所以很多钟底下会摆成地藏王菩萨 然后呢 哭 敲钟 愿地藏王菩萨的悲心 入地狱 帮助那些地狱道 饿鬼道 最苦的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会敲钟 刚刚各位集合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 哭哭哭哭的声音 那个叫云水板 那敲云水板是做什么目的呢 念下来 鸟群升天 鸟群 恶鬼离苦 我们敲雨水板就是要集合了 就是要吃饭了 就要念佛了 但是我们敲的时候 在缅甸是 如果大寺庙一定会挂一个 有没有看过这种形容 两只脚这样玩 这两只脚代表 鸟群那些鸡鸟超度 饿鬼道空空空敲的时候 饿鬼道就知道要吃饭了 因为我们要吃饭一定要敲云水板 那我们就会施食给他们 施食给那些饿鬼众生 所以敲云水板再配吃 鸟群升天 饿鬼离苦 所以各位 这些法器重不重要 重要 法器没有规定在家出家 所以我们敲这些法器 什么叫法 慈悲心名为法 慈悲心是对的众生 众生 所以念佛也应该要想着众生苦 所以各位最好在家里